大家好 我是酷姐 我們今天要來進行 進行一項測試 這是GTR 一般的GTR對上了Nissimo版本的GTR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開始吧 現在面前的這款是標準款 不過標準款的那個動力就已經很可怕了 其實他動力500多算 在超跑來說 不對他不是超跑 就是跑車來說 算是很常見的 像Graddle啦 Claffonia這些 根本都是這些動力 那但是GTR的那個起步真的是很可怕 2點幾秒而已 其實2點幾秒很正常 不過 就是很可怕就對了 所以我這邊說一下如果 我修畫有什麼模糊的地方 你可以 就是 盡量一下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拍影片 所以可能會稍微有些緊張 或者是 其他一些 Lily Coco 像我哥哥 對 所以 請堅任 如果我講話照你們家就能幹嗎 我想 我講話照你們家就能幹嗎 我想 G7R真的挺好開的 但是我認為 那個 在遊戲中最好開的一台車 它是G1啦 我想還有其他車更好開 一直打滑 好的 我們完成了 我們來看看秒數如何 1分4908 好的 因為剛剛一些 撞擊 然後 打滑 所以1分49 可能不是很好的 那我們就來 測試下一輛吧 GT Anismo 好啦 人到我們GT Anismo登場啦 我們就開始吧 那個power 它加速真的比 一般的GT還快很多 水也真厲害 那個什麼兩者差異真的很明顯 我覺得有些地方其實可以不用煞車 就是你可以就是油門放 放一點點 這樣子就過去了 只是我為了保險不要撞到 還是踩一下煞車 比不上水也真可怕 就算是有水 你又會被煞車 就習慣了 可能就煞車 sea車 分5 我太晚煞車了 好的完成了 我們來看秒數如何 1分4202 完勝了一般的GTA 不是5秒 剛剛我們是1分420 那應該是7秒左右 好的 我們今天的測試就到這裡 那觀眾朋友們下次再見囉